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一般都走多远呢 我最多的一天走过1023公里 那你这挺操劳的呀 你为什么要骑摩托车呢 为什么不开车呢 自驾汽车旅行的费用比较高 摩托车机动灵活 既有速度 它的费用相对来说要低很多 那你这是经常性的事吗 每年就是在暑假期间 除了暑假之外 其他的时间还是工作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大哥的旅游路线 都去过些什么地方 我们来看看 这是红色是你走过的 红色是我走过的 我2002年是第一次单起走中华 以咱们中国的31个省会为点 我三次穿越中国 沿着古长城走过长城远征 走过丝绸之路 六次走进新疆 八次走进西藏 这几年我总共骑行了40多万公里 40多万公里 那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旅游呢 我从小就喜欢摄影 我订了很多的报刊跟杂志 我看到上面有很多摄影家 拍的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那么非常漂亮的风景 慢慢的我有就一个想法 我就说什么时候 我也能站到这么美的风景前面 自己亲自去看一下风景 我也拍一些这样的照片 那挺好啊 那你还有什么心愿要实现呢 你的心愿都实现了 没有 还有心愿要实现 是 来 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意 我的幸福心愿是 我希望我的老婆能够支持我 不要再离开我 好 对 我注意到你的心愿当中 有一句话是说 不再离开我 那是曾经离开过了 是的 自从我自驾摩托车旅行开始 我就忽略了家庭的很多 我跟我爱人的吵架 争吵跟矛盾是越来越多 瞧你这老实样还会吵架 我一般不做事 但是我爱人不停地在唠叨 他就唠叨你 除了唠叨你还干嘛 他不支持你旅行是吧 为什么不支持你旅行 因为我在家里面 付出的太少了 我们俩离过一次婚 什么时候 2008年的时候 谁提的 他提的 你答应 因为我在08年的时候 我想骑摩托车 一次走完进藏六线 好危险 这个是确实有危险 那个时候的路况是非常不好 不像现在心脏公路就修好了 当时心脏公路很难 所以人家这是关心 你不让你去 你怎么也能答应离婚 当时我们的摩友 在我进藏之前 在西藏的安多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上路 就因为高原废这种甩倒以后 就再没有再起来 走了 走了 因为08年吧 我爱人就不想让我走 最后他想用离婚来阻止我 没能阻止住 你怎么就那么顽固呢 因为我能亲自去看一下珠穆拉玛峰 我去看一下西藏的神山圣湖 是我多少年的心愿 我那个时候已经不顾一切了 后悔了 说不后悔是假的 这些年其实 就是我这个旅行吧 其实挺对不起家庭 对不起妻子的 你老婆叫什么名字 韩春莲 韩春莲 我们掌声有请韩春莲 你好 你好 涂老师好 你好 你好 来 到时候 你多大年纪 我别叫错了 叫大姐 你多大年纪 我48 那是应该叫大姐 比我大10岁 这男人到底怎么样 从我的家里面的角度看 他不好 体现在哪些方面 你就比如说 他除过拍照呀 在电脑上制作图片 你说他天天都干什么 什么都不干 你只能会说上班 你说你除过上班 你还能干什么 我是帮你家里面还刷碗碗 太可笑了 他刷碗碗 我还得重新刷一遍 要么就是 他第二天 我用碗的时候 我还知道他昨天 他吃什么了 甚至有可能就是 头一天 喝的米粒 第二天干了 他磕一下 等于洗完碗了 听你这么说 就基本上没干过家务活 才会洗个碗的洗碗 是 擦地板不是也经常擦吗 地板擦得怎么样 擦完的地 我还得再擦一遍 擦地也不会擦 把衣服扔进洗衣机 放点洗衣粉 洗了再晒中 会了吧 洗衣机也是我洗 那你会这儿 什么呢在家里 他只会 他在电脑上待着 要么就出去拍照 你们有孩子吗 有 男孩女孩 女孩 带孩子会吧 我讲起来也挺可笑的 从出生到上学之前 没抱过一次 抱过 怎么没抱过 咱们家那么多照相片 我抱的女儿拍的不是抱过 对 拍照是抱过 换过尿布吗 我要让他洗的话 他就拿剪刀剪下来扔了 你的孩子应该也不大吧 今年23 但是你对于孩子的付出 也不多对吧 不多 还有就是他太抠 怎么个抠法 我们来听听 有一次 门口有个卖菜的农民 然后好像是我买了 4块3毛钱的菜 我不想欠人家3毛钱 然后我又知道 他在家里面有个罐 罐里面有很多钢币 但是我过去问他要的时候 他不给 那不是普通的钢币 那不是普通的钱 那个是我收藏的硬币 那他给不给你买礼物 没买过 那他的钱都花哪去了 买镜头去了 那是的 现在用什么设备 尼康第三 用什么镜头啊 2470 2470中镜的 还有什么呀 70200 70200 还有吗 还有一些定教 你一个月赚多少钱 现在3000多块钱 一个月3000多块钱 用第三 用各种各样的单反镜头 还有每个月烧油的钱 你的钱哪里还能落下在家里面 他这个相机装备 一小时来晚了 对啊 那你家里的开销都是你来支撑啊 你什么工作啊 我是教师 你一个月多少钱 也就跟他差不多 那所以说你的钱全在家里了 他的钱全玩下了 而且在家里还不出力 是吧 是 这两点还不算 这都可以忍 咱最不能忍的 最不能忍的就是 危险 是 他出过什么危险没有 好像是2008年 他摔伤了腿 挺严重的 他没告诉我就罢了 但是他还要坚持他自己的旅行 不去检查 也就是耽误了最佳的那个做手术的时间 怎么了 以至于走路这种简单的运动 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奢望 为什么会耽误自己的治疗 2008年 我走进章六线的时候 意外撞狗摔车 当时摔得非常严重 我第二天到了拉萨以后 去拉萨人民医院检查 当时大夫就坚决要求我说 你不能往下走了 你马上得回正规的大医院去检查 当时肿得很厉害 但是人能走路 我就忽略了这个 就是只要我人还能站起来 我还能爬到摩托车上 我就会一直把那年的活动走完 结果是三年以后 在一次体检中 才发现我的右腿膝关节交叉韧带 早已经锻炼了 锻炼以后 因为没有及时治疗 加上我的不停地行走 轰波 把骨膜跟半月板也摸索 主要是不能上下楼梯 上下楼梯这个右腿膝关节 就会非常痛 你站这儿没事吧 站这儿没事 当初离婚的时候 是你提出来的 是 是我提出的 你离婚是真的为了阻止他去冒险 我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 我没有想过要离开你 我只是想让你不要离开我 他居然签了字 但是居然最后选择了旅行 没有选择我 真的是很失望很失望 刚才我们也都听见了 其实你确实是在对于家庭当中的丈夫的角色和父亲的角色 你都没有正直 但是今天如果你想实现自己的心愿 你必须自我检讨 你来自我检讨一下 你到底有哪些问题 这些年光顾着自己出去玩 忽略了你跟孩子 我以后会尽量少在外面跑 多在家里面陪着你跟孩子 多做下家务 希望你能原谅我 你自己的孩子不管 我听说你管别人的孩子 我从太行山区带回了一些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年在我们山西 在太行山跟吕良山区 有很多这样的小村庄 有经济能力的人 已经现在已经离开了 在现在留下的都是比较贫困的人群 我以前骑摩托车是为了完成旅行吧 是为了完成我自己的心愿 当我这近几年走进这些贫困山村的时候 看到孩子们因为贫困将面临失学 那求助无助的眼神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帮助孩子们 我现在周末周六周日 走进太行山区 就是用我的相机摄像机 记录孩子们的真实状态 然后回家以后整理图片 网上发帖 去呼吁社会更多的人 来帮助这些孩子们 完成他们的学业 虽然做公益我们都是支持的 你自己家的事都没管好啊 我以后会兼顾的 怎么兼顾呢 我多做家务 多体贴妻子 以后上交工资吗 必须的 交多少 全部上交 真的 一言为定 这些您 我知道 他交了我 然后再问我要 你不给不就是了 所以说我特别不支持那些 自己的事还没有完成 去帮助别人 做所谓公益的人 你自己在帮别人 但其实内心深处 你在拖累家庭 你在绑架他 但我们又不好说你什么 你说你在做公益 你看你拍出来的照片 那一双双期望的眼神 我们能批评你什么呢 我估计你之所以跟他还能够在一起过 除了这个男人一心的只想去旅游 而没有其他的花花肠子之外 可能还是基于他本身的一种善来 但实际上他在家里扮助吃老虎 对不对 他就吃住了你对他的善良 所以导致你成就了他的旅游事业 但是你一个人担负了家庭所有的重担 今天四位嘉宾老师怎么说吧 我是拿你没辙 你近期还有旅游的计划吗 还想去哪吗 我现在就是想利用周末 去太行山里面 去凭空孩子们身边 如果你想完成这个愿望 我支持 先爱好这个小家 先尽好你应该尽的义务和责任 在这个前提之下 去帮助更多的人 帮助更多的孩子是可以的 甚至于你们两个人都在一起 都可以去完成 但是先有一个主次之分 如果你能做到的话 半年 三个月到半年之后 我们看你的实际行动 达林批批 愿意资助你 爱更多的人的行为 好吗 好的 OK 其实很多男人领了结婚证 但是未必做得好一个丈夫 因为很多男人都有自己的爱好 因为我也是做旅游的 我也到处去旅游 那我如何在保证我爱好的同时 还能让家庭幸福呢 可以跟老郑分享一下 就是丈夫丈夫 一丈之内才是服务 那如果你做不到 你的人在老婆身边的话 一定要做到心在老婆身边 怎么才能做到心在老婆身边呢 短信 微信 礼物 这三样一样不能少 随时随地的做到这些 你的心就在老婆身边 你也是丈夫 谢谢 谢谢 我们梅尔木医院啊 我们有一个光明行动 专门是对高原地区的脏族同胞 免费做白内障手术 所以我们坚持了十年 做这公益活动 但是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呢 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以牺牲家庭为代价的 我想告诉你 做公益呢 是可以不牺牲家庭的 再有呢 我们也经常去西藏旅游 我们也不是 以牺牲家庭为代价的 我想对你说一句话 不要等到自己 老了 病了 走不动了 才不得已 回到家里边 陪在老婆身边 应该从现在开始 把你之前 欠给你家庭的 那些个时间 那些个精力 包括财力 慢慢地 还给你的家 你只有这样想 我觉得你这个家 才会继续完整 好 谢谢啊 谢谢 我特别讨厌那种 说着做公益 还要别人帮助 自己在外面做公益 做好事 大家一片赞扬之声 却苦了自己家里人的这种人 你说呢 所以如果你以后还要旅行 还要去帮助那些人 得到自己妻子的支持 他一定会支持你 是的 他如果不支持你 也不可以 会跟你复婚 不管你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最后站在你身边的 还是他吗 是的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 你今天不就是带他来 让我们训一顿呢 是吧 我们教育的还可以啊 很好 很好啊 但其实说就实在话 说归说 出气归出气 但是在生活当中 像这样的笨笨的男人 还需要你有效的管理 是吧 是 都是俩好人 好好过吧 再见啊 不要分这么开 你看你们俩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你们俩距离越来越大 你抱过你老婆吗 没抱过 来 把她抱走吧 能抱吗 腿行吗 不行 从来没抱吗 抱起来试一下 抱一下 行吗 能走两步吗 能 没变走两步 再见啊 当选择再次来临 是爱情还是旅行 之后的路还很长 我们希望郑泽玲 能够做出一次正确的选择 祝你幸福 要旅游找途牛 首部期间打开途牛客户端 用33途牛旅游节版人现金券 来 我们有请下一位幸福心愿持有人 你好 郑泽玲哥好 大家好 我叫张海君 来自东北黑龙江 现在生活在北京 因为11年参加的电视节目 这一广时间已经过去五年多了 大家可能都已经把我忘记了 现在我在现场也带来两张照片 蜘蛛侠 跟他的妻子 他们的甩葱舞 对 我是农水农民 他嫁给我种多年 我们就在一起风风雨地摆地摊 但是许愿着无怨无悔 所以我就是为了原生我老婆 这个唱歌的梦想 当山山 当山山 古山山 古山山 无自由把我们 无眠地欢唐 一年怎么上了这个节目呢 原来我在北京是十多年 我一直摆了地摊 给别人贴手机膜 那我知道 然后喜悦会美甲 我们俩在商场里 办了一个 自己开了两个小店 最后美甲也没维持下去 然后贴膜的手机店也关了 最后就剩了一个 我们在夜市贴手机膜的摊位 正好要过年了 夜市还摆不了 冬天的时候 在夜市贴手机膜 那膜一动它脆 也干不了活 我和喜悦说 我说那这么的吧 咱们也没有事 咱们就去唱歌去吧 也许通过唱歌 还能赚点收入 就这样的 我们俩也去唱歌去了 到那个 丰台那墓悬的桥唱 后来没想到 没赚着钱 就这样的 碰着一个老乡 他说你又在这唱 你还不如到公园去唱了 我们俩上午到公园去唱 下午呢 还是到这个墓悬桥去唱 就这样一唱呢 被那个拍客发现了 然后把我们的视频 放到网上了 被那个 那个电视台发现以后 就要求我们去做节目 就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去了 去了以后 这节目一录完以后 一播出 我还真没想到 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我们到夜市贴手一摸 那是真多 那可比以前可真多 那都不用 不用说 哎跟你商量 那都不讲价 等于困惑呢 就是不管你黑天白天 都会有人给你打电话 他要来家里边做采访 再说让媒体吧 他也着急 那时候都是抢头条 他也不管几点 他都给你打 他也不管什么时间 他都要来家里拍 这个我家的生活规律 就跟以前不太一样 但是现在呢 话要说回来呢 也要感谢这些 好心的媒体们 对我们俩的报道 让我们俩呢 一个平凡的小夫妻 也让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 这些好朋友们 但是这个 有的时候啊 这火一下就过去 是 马上会让你回归于平凡 我不知道你现在日子 过得怎么样 但是我想先听一下 你今天的幸福心愿 是什么 好吗 来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通过自己的努力 和我老婆开办一所 艺术教育培训机构 好 来 请回 今天的心愿是想要帮妻子拍个 培训学校 对 张海君是一个很幸运的男人 是 他找那老婆挺漂亮 喜悦 我们先有请出 他的漂亮的妻子 喜悦 掌声欢迎 童类老师你好 你好 各位老师好 大家好 还生怕我去掀她老婆 那我要跟童类老师握握手 我们先问问喜悦 红了之后 这个日子有很大的变化 刚才你老公也说了 这种感觉怎么样 有的朋友就一在路上 看到我们以后就说 你俩不是那个 在电视上看的那个 唱甩葱歌那个吗 甩葱夫妻 喜悦之中侠吗 有这样的 高兴 可能是因为我们也都是普通人 有了这一点变化 心里面肯定是美滋滋的 但是最主要的 就是因为我们双方的父母 他经常给我俩敲心敬重 就是说 咱们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 对 只是有这么一个机会 让你 让更多的人知道了 永远记住 人不要忘本 要低调 要谦虚 向老师学习 活出真实的自己 对 那生活水平有变化吗 生活水平吧 这几年 其实通过这节目以后 对生活上来说 应该是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当时我俩没做好 这一阵的感觉 咱们以为能继续火下去 先生掉个夏井 天然来个大夏井 我心里这一下子就改变命运了 他通过节目 这就不用再去贴谋了 改变了 没想到 2011年也火了 到了7月份 我们家又着了一把大火 对 真火了 真火大火 十年的东西全烧没了 十年的东西 全部都烧尽了 对 我跟下午说 我跟徐月俩出去 刚出去半个小时 就给我打电话 他说你好 我是派出所的 你家着火了 赶紧回来 我一下就想到我妈和我孩子 我想我们俩出去了 孩子和我妈在屋睡觉呢 是吧 他俩怎么办呢 我赶紧就给我妈打电话 就怎么打也打不通 你怎么不也不通 河家通了 我就放心了 我就听着我妈说 我在那个公园里 那孩子玩的 我说妈你快回家 家里着火了 我妈说不可能 我刚出来 我说不可能 啥也派出所打电话 等我妈到家一看 给我来个电话 我妈那都是哭 说这回完了 家里真着火了 真烧了 全没了 当我到家的时候 消防员和警察都在那块 当我们面对着 这个屋子的时候 家徒四壁 真的 那一刹那 我还没 因为想到了 我们俩那个财产被烧光了 我们心难受 但是我想 不但我一个人家 我一个人着火 我遭殃 让别人的邻居 也都遭殃 我赔人家钱 我哥什么赔人家 是因为你们家着火 是因为我们家着火 我大哥一浇水 给人家楼下淹了 完了那火一烧 给人家楼上的玻璃 都给人烤化了 完了给人家左右 左右那个 对门的邻居啥的 全给人弄坏了 所以突然之间 经济状况 每况愈下了 对 当时上 我看着这个场景以后 我就 精神上就崩溃了 崩溃以后 我就跟徐悦 就想 我说这上天 为什么一次次的 考验着我 每一当我没有好的时候 总是有一点事情 你看一年之前 那时候开门甲 刚好一点 然后生意不景气 赔了 09年 岳父得肾癌 然后呢 到了这个11年火了吗 这客家是能出名 靠这能挣点钱 改变命运吗 让我家着了一把大火 让我彻底火的 一无所有 他还绝望了 看我们家烧的 跟火焰山似的 然后他就想在那个 就是被烧过的 那个屋子里睡觉 他就说 我一定要好好想想 要不然我就 不想活了 要想明白 后来我就劝他 我说一切都无所谓的 只要我们还活着 就有希望 咱们还年轻 再去创造 那后来家族四壁 烧都完了之后 这个经济生活很困难吧 烧完了以后 我们俩也没有地方住 后来我们边上 有个小旅店 那老板不错 说你们就住这 然后呢 在家那个平时 我们俩到那个公园 对 给我们唱歌的 给大家唱歌的 他们来给我们送大米 给我们送个衣服 衣服 然后还给我俩捐了点钱 对 要感谢那个媒体 报道了这个事 然后那个很多人就知道 来给我们捐款 拿米啊 拿衣服什么的 就让我们度过了 这个庄业火以后的难关 我觉得这应该挺好了 这难关过去了 咱们喊话的再贴着膜 慢慢来 还在贴膜 贴膜 那时候还得靠贴膜 现在多少钱你知道 现在不贴膜了 现在我们俩开了个 小的艺术课堂 那你刚才说 想要扩大 要扩大 对 要扩多大 现在才几十平米 我想给它扩到500平米 500平米 有那么多声援吗 现在 差不多吧 有不少要来的 但是我这屋里喜欢 你老婆教 对 她教 她是这个音乐系毕业的 对 就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那你干嘛呢 我在家里边呢 我也干不了什么 我就给她撒碗 做饭 洗衣服 哄孩子 做个名人好 还是做个普通人 我觉得 其实名人的背后 就是普通人 九踏十地 这么干事 踏实 平凡不等于平淡 对 虽然有些时候 把天上大约本来得快 但是她走得也快 其实我们两个啊 开的小课堂 虽然地方不大 但我们俩很幸福 很快的 她在那教着钢琴呢 我在那练练字 我不管我写的也好坏 天天在一起 但是呢 我们俩天天在一起 这种日子很幸福 很真实 所以说 你们的故事 其实可以告诉出很多 在电视机前 在如今 媒体 分外发达的今天 想要成名 很容易 但是 要 明知长久 要明辅 其实 是 这 非常之难 否则的话 成名只能是 害了你 对 我们在座的思维 多多少少也是明明 我们听听 他们对于你们的这一段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 这个 海军 我觉得你人生最大的财富 就是你身边的这个 可爱的喜悦 谢谢 这个应该是 天天万幸福 对 也换不来的 对 只要你们俩在一起恩恩爱爱 就永远像现在这样 就是他下台阶 你去扶他 他站在这 你们俩手 一直紧紧地握在一起 你说什么喜悦 都在旁边傻笑着 看你 我觉得这就是 这就是世界上 最宝贵的财富 这就是最美好的幸福 我不知道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但是如果我能做的话 比如说 你的培训学校里 是否需要像我这样的 义工去给你上课 或者是 或者在这个 这个未来 你们的培训学校 需要我帮助的地方 我会义无反顾地 愿意帮助你们 因为我渴望 以后也拥有 你们这样的幸福 祝您幸福 谢谢 我想说的是 其实每个人的才华 机遇 都是有限的 我们做企业 做事业 你所能达到的事业高度 包括你最后能挣多少钱 这真的是有限的 但是呢 这个家庭的幸福是无限的 我倒不是特别 特别支持你们 把你的这个生意 出口特别大 因为那样做的话呢 成本会增加很多 实际上是增加了你的风险 我倒觉得是这样 即使是这样呢 我是希望你那个学校呢 做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有名气 质量越来越高 这样呢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我还是希望你的艺术学校呢 越办越好 我们梅尔木医院呢 也愿意为你们助一臂之力 祝你们这个小日子越过越好 你们这个艺术学校呢 也越办越好 汇集更多的孩子们 好吧 谢谢 谢谢 想要成功 没错 但成功不只是成名 更重要的是成事 是 想要成功也没有什么错 但不要那么迫切 是 慢慢来 谢谢你们俩 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张海君和喜悦 还是回归了平静的生活 曾经风光一时的他们 还是跟普通人一样平凡的活着 曾经失落失望 失掉所有的方向 但是回归平凡后 才是唯一的幸福 如果您有任何幸福心愿 需要实现 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帮助你 欢迎来到天津卫视 大型工艺员梦栏目 幸福来敲门 让我们一起来帮你 感谢优惑网 独斗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 距离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拿起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打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 直播聊天时 边干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网络电视 或者是万事打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节目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见